还送人 买一盘大袋 送两千封 那送了之后就不要送回来了 好吧 来看一下 这个是村里的 就是我们村民在路边 卖大蒜的时候 村民在路边卖大蒜 就在我们的国道 全部卖完 不用出去 那人腰 你别化了 那人腰 大蒜后面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村刚建的龙茂市场 就是为了是把我们大蒜 综合起来 不让他们在路边产生一定的安全 是 应该对 是 有德 当然就必有失 是 他因为当村官呢 就丢了女朋友 哎呀 真的吗 对对讲一讲 要不然今天通过这个画面呢 跟女朋友讲一讲 他现在 他现在在哪里 在北京 结婚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他在北京 他没有在小苍山 或者是在其他村 对啊 在怀柔 那个姑娘 姓什么 姓你 小李 我们就是天天向上啊 因为我以前是做真情节目的嘛 对 又回 干回老本堂了 对对对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这个节目了 是 但是我这种情绪还在 好 小李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这个 你的男友小张呢 他是为了这个新东村建设 我想呢 小张呢 一定对你还是 有所爱恋的 是 对 你先在跟他说 好 嗯 两年以来 一直在你的支持上 我在农村 干得很好 虽然说 我们说好了 两年以后 离开农村 但 你有很多原因 也是 没有 离开这个舞台 继续干得下去 希望你的理解 和体贴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五秒钟之后 小李能不能够来到现场呢 这就是我们天天向上今天给的最后一期 是 对 五 四 三 二 一 有请小李 这不是小李 这是我们的导演啊 哈哈 他去见了小李 带来小李的一句话 小李说让他好好干 加油 耶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也希望小李 给小张打个电话 你要是不打电话的话 我们那个导演 他就 去找李 下水了 哈哈 我们待会儿把小张的手机号码 打在我们的屏幕下方 有愿意想在小李回归之前跟他打电话的 哈哈 请跟小张联络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第二组 普世大方的女青年 光大和英小霞 有请 哇 哇哇哇 这么多年呢 想不到我 我还是遇到我的老大大 你怎么同的 白村 不要打 不要打 哇 像是女村这么多东西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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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